石晓念 小迪 我好心好意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 你在干嘛 你是彻底不顾我们之间的姐妹情分了 是不是 从小是我和千初在一起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小迪 石晓念是我叫过来的 你们俩这么为难他欺负他 问过我了吗 跑哪儿去了 我 我哪儿也没去啊 就在这儿 在这儿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干什么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秀恩爱 你肚虐呀 你哪个 我也不想看大王 有没有人说过你特别像日曼里的中二男主角 就是那种特别有正义感 有责心 有同情心 表面上嘴特别硬 不承认任何事情 跟人还经常打架 一人一爆炸 经常咆哮摔东西 特别可怕 凶起来特别吓人的那种 中海少年 公益去世之后 恩一的实际管理者是谁 应该是陈白 据说公益现在很少在恩一露面 没什么特别重大的情况 他不怎么到公司 陈总 如果有你来当恩一的总裁 肯定比公益更合适 感谢观看